因為我們想問說有可能嗎 我一定會問啦 沒有啦 沒有跟他聯絡啦 這種事情就是他自己去承受跟面對啦 不太可能在這時候去打擾人家吧 那覺得有需要對他喊話嗎 喊什麼話 我們能夠說什麼 如果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 做錯的事情 錯就是錯了嘛 那我的看法會這樣子 那做錯事 當事人就自己去承受跟面對 那有關心小燕姐嗎 我這個時間不會去打擾她啦 那應該的關心我當然還是會有啦 但是就是不打擾她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那有人關心你嗎 關心我幹什麼 我很關心你 我都很關心你 我每年早上起來都先關心她 那元昊也是第一次跟她合作嘛 對 傳出跟她不合嘛 其實不是不合啦 就是良性的溝通啦 因為她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有衝勁 然後又怎麼講 追求完美就是完美主義者 她做什麼事情都是拼 就是拼盡十足啦 都不會累 那我有時候我就想要拉她一把 我會覺得說其實你做的事情已經夠了 我們節目能夠傳達的一些想法 一些意念 或者能夠帶來的一些 未來的一些好的影響啊 我覺得已經可以呈現出來了 可是她就是會堅持要把事情做到她 完全都要就是 就是十全十美啦 那這個個性我會覺得 我們工作起來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怎麼辦 他們很辛苦 都說了 所以所有事我來做就好了 對 我把事情做好 然後希望可以 但是也沒有 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 因為我一個人也做不完啊 所以也是大家同心協力一起把事情做完 雖然亮哥就是嘴巴這樣講說 哎呀 不要做了 不要做了 好了啦 休息了 但是我們在做的時候其實也牽動著她 她一起也把我們就是要幫李明做的事情 都一起大家團結一起把她做完了 然後最後得到就是 不管里長或是李明們的那個眼神的 他們沒有說謝謝 但是眼神都在跟我們說謝謝 對 所以像鏡頭真的沒有不好對不對 沒有啦 我們可以互相配合啦 互相就是互相會 我相信她會跟我 從我身上學一點我的個性 我也會從她身上學一點她的個性 我想問一下亮哥最近有關係要使 是因為我們想問說有什麼 一定會問啦 沒有啦 沒有跟她聯絡啦 這種事情就是她自己去承受跟面對啦 你大概不太可能在這個時候去打擾人家吧 那覺得有需要對她喊什麼話 喊什麼話 我們能夠說什麼 就是做 如果做了一些不對的事情 做錯的事情 錯就是錯了嘛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那做錯事 當事人就自己去承受跟面對 大家辛苦了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這個就是 菲沛洋洋也很多報導很多新聞 那我的看法就是 做錯事情的當事人 自己去承受跟面對啦 我覺得這個是目前最好的看法 他有關心小燕姐嗎 有啦 我這個時間不會去打擾她啦 那應該的關心我當然還是會有啦 但是就是不打擾她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問題 那有人關心你嗎 關心我幹什麼 我很關心你 我都很關心你 我們每天早上起來都先關心她 是 都先開房門 真的 還在... 真的 我覺得喔 這個在一個團隊裡面當中 你的資歷最深 年紀最大 是可以得到很多好處的 對 對 因為到一個民宿去 最好的房間一定是我啊 對... 對 我覺得我不去那間住 他對不起他家的好意啊 對啦 我就很自然地把行李箱拖到那邊 一開始還會... 第一天要問一下 一開始還會禮貌一下 後來我就習慣了 自己就會找了 對 豪華套房一定是我啊 雖然民宿當中很難 你還會有機會豪華套房 對 他那個節目啊 跟民眾現場你們拍的東西 你能夠感受到你不愛人家 不然之前就有 就是網友到網路上討論說 好像有之前 兩個在那個片段上面有提到 就是叫做什麼A片啊 還有跟愛年輕人的電影 會不會想說也要澄清一下 沒有 因為你來說可能有誤會 我知道你要問什麼 你問我說我以前知不知道 我以前是不是就... 就聽說什麼 不可能啦 我都是跟大家一樣 是看新聞看報導才會知道 誰會知道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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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到保險 哪會有的 誰會知道 他會知道這件事情 怎麼會知道